蓝山咖啡这个在2000年后 在国内很多咖啡厅的菜单的顶端 大多的会写着一个在这高昂的价格 贵气的名字散发着高端魅力的蓝山咖啡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蓝山不见了呢 又是从什么时候归下咖啡出现在了大众的视野 成为了现在当之无愧的顶流 我们先从蓝山咖啡说起 蓝山咖啡产自于亚美加 它是一个山的名字 就叫Blue Mountains 在这个本来产量就比较低的咖啡产区里面 它还要满足四个标准才能成为蓝山咖啡 不仅要产自蓝山山脉 还得是在指定的四个产区 910米到1700米的海拔之间 还得必须是阿拉比卡铁比卡种的咖啡洞 不仅如此蓝山产区呢 还要坚持用人工手摘全红果的咖啡 再按照果子的大小进行分级 叠了这么多的加成 设置了这么多的标准 蓝山咖啡为什么产量这么小 想必大家已经心理清楚了 而蓝山咖啡为什么蜂蜜一时 是因为当时主要使用中度烘焙的方式 这样做出来的咖啡呢 它的酸度比较低 风味非常的均衡 和谐 浓郁很符合当时人们对咖啡的一种追求 那再加上亚马加他们对豆子品质处理方式的注重 又引来了日本的UCC的公司进行投资 亚马加政府呢也将80%到90%的蓝山咖啡的配额供给了日本 在日本的助推之下 当时在国内也兴起了对蓝山咖啡的一种狂热 咖啡馆里面出现各种各样非常昂贵的 但是真实性让人非常怀疑的蓝山 有的可能只是混了一点点亚马加蓝山的咖啡 更有可能只是所谓的蓝山风味咖啡 因为高价的同时 它产量也非常小 所以说有不少咖啡品牌 就会用一些别的产地的咖啡豆拼在一起 凑成一个跟蓝山咖啡味道相似的 所谓的蓝山风味咖啡 而且价格极便宜 那说到这里我就想问一下大家 有没有喝过蓝山的咖啡 或者是蓝山风味咖啡 大家可以弹幕说一下你的感受 你觉得怎么样 那实际上中国一直到2010年 才获得了第一批蓝山咖啡的配额 那价格依旧是非常高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 国内的咖啡的市场 它已经逐渐出现了各种的新的风味的冲击 新的树种 产地的风味 处理法不断的创新 不管是咖啡行业内 还是咖啡爱好者们 都把目光转移向了带有花香水果丰富的香气的体验 酸甜平衡苦味比较少的咖啡 蓝山的均衡体验已经不再顺应潮流的发展方向 蓝山咖啡这个昔日的人们眼中标志性的名字 仿佛离我们越来越远 好巧不巧 咖啡的这股流行变化 它就好像是一股风 它从蓝山吹啊吹 吹到了隔壁的巴拿马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说 博得了冠军 又由于归下它特别的风味和口感 它经常在世界咖啡赛事上 帮助选手获得不错的名次 这个豆种它也一步一步的贴上了顶级的标签 从普通批次 竞标批次 各种排名 打分 种植的庄园等等 那不同的标签它对应着不同的标价 而就算是非常高昂的价格 全世界各地的咖啡馆 烘焙商 生豆商们 他们每年还是挤破了头去购买竞牌 那每年竞标批次的归下 价格都在突破新高 而发现培育并靠着它拿奖拿到手软的 咖啡庄园就是大名鼎鼎的翡翠庄园 就算你没有喝过他们的归下懂 你也一定听说过 红标 绿标和现在已经取消了的蓝标 翡翠庄园的归下有多好喝呢 浓郁的茉莉花香气 丰富的水蜜桃 柑橘风味 触感干净细腻 但是价格吧 懂的都懂 那这几年如果是经常喝归下的小伙伴 你是不是逐渐发现了归下变得便宜了 那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产区开始尝试引进归下种 尝试在自己的风土条件下培育出更好喝的风味 那我们不仅能买到好喝的巴拿马的归下 还能喝到来自哥伦比亚 威地马拉 埃塞 云南 台湾等各个区域的归下 在埃塞比亚甚至还建立了一个规模非常大的归下村 专门种植一些不同种类的归下树种 以及从归下原产地找到的原生种 而进入到不同的风土环境 归下种它的风味调现就可能会发生意外的改变 世界各地不仅有各自独特的地理条件 还有着不断创新的处理的方式 都丰富了归下这个豆种它的风味的图谱 几心的归下们 有的保留住了它归下本身的花香 柑橘桃子等方向的风味调性 有的在风味的表现的丰富度上也有所改变 所以随着它成功的迁移到了世界各个不同的产区 它不仅产量大了 而且利用不同产地的基础设施 种植条件 人员 交通 处理技术等等 也相对硬的降低了一些生产成本 作用到我们的日常咖啡里 那就是在咖啡馆里边 你喝到越来越多好喝 有平价的归下咖啡 你可以信任它为你带来的味觉体验 又不担心自己的钱包被掏空 必然是成为咖啡馆主 寻斗师们非常青睐的明星咖啡产品了 在这期节目的最后 我们也预告一个我们的新产品 两款归下 一款是哥伦比亚白山庄园的水洗归下 可以用单品手中的方式来充足制作 橘子调 茶感 花香 优质的酸 喝起来很愉悦 那另外一款是冰龟牛 是埃塞俄比亚的归下的益石拼配 我们选用埃塞俄比亚的归下 以及两种不同处理法的 耶加雪菲拼配而成 用益石机做成的浓缩美式 喝起来的果汁感 茶感 酸甜的调性非常棒 这两款归下它都不是非常昂贵的归下 但是都非常有自己的特点 如果想用不多的预算来尝试归下咖啡品种的 你们可以试试看 我相信不会让你们失望 那节目的最后 感谢大家的支持 Coffee is not serious but life Cheers Cheers